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后整个行业的其他公司也会受到影响 俄罗斯在1998年发生过一次债务违约 也就是欠西方的钱还不上了 申请延期 注意还不是不还 只是申请延期还款 这就导致了俄罗斯卢布汇率的暴跌 在后面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俄罗斯找西方借钱利息都是百分之百 也就是借一万得还两万 大家可能纳闷了 我不借还不行吗 但是很多俄罗斯的公司是依赖国外进口的设备的 一天都离不开美元 利息涨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大批公司就倒闭了 这也是为什么前段时间 恒大欠了美元债到期还不上 工作组迅速进驻 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美元债爆雷是非常危险的 它们不仅是一个企业的倒霉 中国一堆企业都会跟着一起倒霉 这也是美元进入了生产环节的效果 如果美元进入股市或者房市其他的领域 逻辑也都是差不多的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吧 美元在加息缩表的时候会有怎样的影响 它会硬生生的打断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之路 那美元走后是遍地的狼藉 更惨烈的是 美元的撤离也把大家的信心给带走了 没了信心之后 可能整个经济就会进一步的萎缩 那搞懂了这些呢 也就能明白中国为什么这两年这么积极的去杠杆 去杠杆的本质就是去降负债 你欠别人的钱少了 哪天人家让你还 你才不至于说还不上倒闭 那现在很多企业都是连在一起的 互相都欠着钱 可能一个大公司倒下 借他钱的那一堆公司也会跟着倒下 那美联储加息之后 这些美元回到了美国 去了哪里呢 那这些钱本来就是通过贷款放出来的 回到美国之后呢 进入了银行就没了 不再参与市场的流通环节 那这一点呢 我们在之前的几期视频里 也有讲到过美国的资产负债表的构成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回顾一下 那不仅全世界的美元都回到了美国的银行 美国国内的美元也会有一部分回去 这样市面上的美元就减少了 美联储认为这样能够抑制通胀 当然啊 加息是个过程 今天加一点 明天加一点 如果一次性加太多 加太大 可能会出大问题 加息后 到美国人手里的商品就变少了 买东西的人呢 也变少了 各国出口数据可能会进一步下跌 企业呢 可能会更加艰难一些 其他国家其实也都差不多 所以每次加息之后啊 都把整个世界搞得鸡飞狗跳的 那如果其他国家不希望美元回去 有什么办法吗 那这也不难啊 就是各国跟风加息 你支付的利息高了 那美元在这边赚不到钱 那我怎么办呢 就要同比例的增加我所支付的利息 那这样的话 可能美元就不会全部回去 至少啊 能少回去一些 但是啊 跟风加息会导致企业变得非常艰难 因为现在的企业大部分都是负债经营的 欠了很多银行的欠款 每个月很大部分的成本呢 是给银行的利息 银行一加息 他们的运营成本就会上升 叠加上出口萎靡 那是苦上加苦 那么能不能够降息呢 降息啊 会加速美元的流出 最后啊 可能连国家储备的美元都没了 这也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啊 自从上一次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之后 上一周加拿大家息50个基点 昨天澳洲跟风加息50个基点 那周四的时候 欧洲央行利率决议是否也会跟进 大概率呢 也会的 但是不一定是这一次 加息是迟早的问题 只不过可能不是这一次 因为市场上有预期呢 可能会在7月份的时候 欧洲进行加息 好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请记得为我们点赞评论以及转发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 请不吝点赞评讯